亲密靠在肩上对着镜头微笑 这两人就是狠心杀害原姓死者的妻子跟情夫 他应该是婚外勤 婚外勤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 我哥他提出妨碍家庭的诉讼 他十月份判决确定 确定的时候姚女跟那个陈信 陈信 他说要赔二十万 在那个点上面发生了一个凶杀的事情 去年原姓死者才控告这位情夫 侵害婚姻权胜诉 获赔二十万 没想到今年母亲节就惨遭杀害 在我哥之前好像有 我那天看了他的户籍藤本是 截四次离四次 是跟同一个男人 同一个男人截四次婚离四次婚 使者家属表示这位姚姓女凶贤 是哥哥的第二任妻子 没开五度凤子成婚 平常都没在工作 都想担任工地主任的哥哥 伸手要钱 没想到去年就开始出柜 与在新竹从事修车业的 陈信情夫大搞婚外情 恶劣的行径之前就有 曾经姚姓女凶贤 还想利用不明议题伤害哥哥眼睛 当时哥哥也曾报警申请保护令 没想到后面有更残忍的手段 直接杀人 我希望他能处于极刑 这个这种人不适合在社会上继续的一个存在下去 可能假如在存在下去可能有下意外的受害者 弟弟指出母亲解后哥哥公司就联络不到人 进一步追查 没想到却只等来一具白骨 真的非常伤心 不过还是特别发文感谢各界人士找到他的哥哥 也怒指这位姚姓凶贤跟诚姓情夫手段恶劣 冤信使者弟弟希望这两人能被判处死心 除了还给哥哥一个公道外 也希望这位心狠手辣的女子不要再出来害人 感谢观看